吐司在肩膀上自自作響 没多久外皮金黄酥脆 这是裹着丰富内馅的铁板吐司 快手炒着采书沙拉 同样是店内的招牌菜 上门取餐的除了一般民众 外送员占了大多数 这家店开在东区的一级站区 环顾整家店却没有座位用餐区 这种新形态餐饮是所谓的虚拟厨房 这间小店空间20平不到 以前还有十个内用座位 但现在这个区块 全部都能拿来作为置物空间 家长型的店面取消内用之后 挪出空间能销出更多顶单 过去主攻社区住户和商办大楼的上班族 2018年转变经营方式 和外送平台合作销售范围再扩大 这个外送平台帮助我 就是说让我不只做我们这个店家附近的生意 它能够让我扩及到三公里以外的 这样子的一个客群 村外带外送的虚拟厨房 店员做得比过去还要勤 一周营业六天从开店卖到下午两三点 光是外送就占整体业绩八成 水滚之后把叉烧包港点放进蒸笼 再把退冰的烧卖和珍珠肉丸一并放入 15分钟后开盖冒白烟 这家餐饮业的港式料理 同样不做店面用自家厨房出头天 省下店面成本也少了投资前期的不确定性 和外送平台找合作开始 初期一天15张订单三年后翻倍 一天能接至少40张 还能从订单中观察客群 开发新菜色 但虚拟厨房不免让人担心卫生品管 在卫生局规范中 这类没店面的属于食品制造业 环境和厨房设备 同样也得符合GHP食品良好卫生规范 若遭到抽查违规 平台也会主动解约 替消费者食品安全做法官 TVBS新闻综合报道